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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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成功的切入到NVIDIA的供應鏈 而且訂單一拿就拿了5年 出貨量去年NVIDIA的訂單 大概5萬顆左右 現在會倍數成長 一口氣暴增到20萬顆 聽起來很大的利多 業績開始要爆發性成長了 對不對 那為什麼還要小心呢 這個部分先來仔細研究一下 它的基本面 這個訂單真的只有對全新 那麼大的一個貢獻度嗎 我會跟大家講仔細計算一下 所謂的大端 可能對總營收貢獻度還不到1% 怎麼算出來的 這是報紙的一個新聞 我們這裡面可以看到 它都有寫寫得很清楚說 NVIDIA預期出貨量去年是5萬顆 今年是20萬顆 看這個數字蠻有人的 可是在仔細研究 你會發現它寫說 預估今年車用連接器的出貨量 總共會達到520萬顆 那你去算一算NVIDIA訂單 佔它520萬顆等於多少 20萬顆裡面 這520萬顆裡面的20顆 20萬顆其實只有3.85% 這還只是佔車用連接器不到5% 如果說以今年預估車用連接器營收 佔它總營收比重大概15% 這也都是新聞裡頭寫的 你又會仔細的觀察就會發現到 NVIDIA的一個訂單 這個地方其實佔它總營收的貢獻度 甚至連1%都不到 3.85%乘以15% 不就只有0.58%嗎 仔細去算一算你就會發現 這就是所謂的5年大單嗎 居然連營收貢獻度1%都不到 那你要去仔細思考的關鍵來了 我想這些數字都是記者自己寫出來 自己應該也很清楚 哎呀其實所謂的5年大單 佔它營收貢獻還不到1% 那為什麼報紙的標題 還要這麼陡大這麼聳動 說它現在搭上了NVIDIA 奪得車用5年大單 出貨量在大幅度成長呢 仔細你要去小心 這個評估的地方就在這裡 那回到技術面再來觀察 觀察說上個禮拜爆出利多 禮拜一跳空漲停 一堆人想買買不到 禮拜二繼續排隊買 結果那一天一開盤沒多久 總共爆出了26,999張的一個巨量 那它的股本才7億 2萬多張已經超過股本3分之1了 你去想一想哪來那麼多股票可以賣 當沖也5000多張扣掉 還是超過2萬張對不對 誰在賣要去仔細評估 為何要賣 更要去注意 所以我會說小心 小心會不會是搭戶 又再利用利多 這地方要來騙你的鈔票了呢 這一點再三叮嚀大家 那特別也叮嚀大家在這裡 當指數漲到這個階段 9800點 我說操作難度會越來越高了 前陣子行情很火熱 急行軍上來 隨便買可能會隨便賺 可是在接下來就千萬不要去亂買股票 什麼叫亂買 看到股價大漲了才去追 看到股價急拉了就去搶 這都我說的亂買 那最要小心的是 這裡看到報紙什麼股票有大利多 你更不要去亂買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裡不會跟大家說漲到這個階段 也的確看到有部分的股票 大戶已經在這裡趁機想要放利多出來 來做出貨 為什麼這麼說呢 簡單的講 孫子兵法在史記篇裡頭就有提到 兵者鬼道也 利而誘之 亂而取之 幾千年前孫子兵法 就已經在叫大家做股票了 所以很多大戶就會利用這個所謂的利多 來騙你的鈔票 利用利空來騙你的股票 那舉個例子來看 還記得去年的時候 有一檔股票 我在節目當中 也回覆了投資朋友的一個來電諮詢 有幾次 這檔股票叫3662的熱升 對不對 第一次在6月1號的時候 那時候消息剛傳出來 日商白齒乾頭要去收購熱升 哇這個溢價還有20% 對不對 我還特別在當時還報過7月26號 偷神會說 OK日商要收購它過關 那我都特別叮嚀大家 日商收購熱升的利多背後 內情相當不單純 重點是技術面大家看 當時就有發現 利多爆出來 股價漲停鎖不住 有大戶在利用利多 要騙你的鈔票 自己要到貨給散戶了 然後來結果怎麼樣 大家都知道現在的熱升 這個當董事長已經被關進去了 對不對 現在的熱升股價已經被暫停交易了 暫停交易之前股價跌到從原本一百一百一十塊 現在連零頭都不到 這個剩下十塊最低跌到十塊錢都不到 所以你就會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股票市場真的是人心險惡 尔虞我詐 千萬記得一句話 只有三兩三 不要上兩三 也特別叮嚀大家 在這個階段 千萬不要亂買股票 不要看到股價大漲才追 看到股價急拉就去搶 看到有報紙有利多好去買 這樣都其實在這個階段 很容易賠到錢 接下來你說該怎麼去買股票呢 這個行情我會叮嚀大家 在這裡你更要用正確的方法 因為方法正確才有機會 一檔接一檔的創造財富下去 我所說的方法 憲榮老師這麼多年來 帶著極品操盤團隊的會員朋友 在操作在選股 你會發現就是不斷的堅持 堅持鎖定最有爆發力的產業 去找出來只有真正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不是那種 哎呀這個某個題材很熱 車用電子很熱 大數據很熱 物聯網很熱 就會有一堆公司跳出來說 哎呀他也有在這個地方 生產相關的產品 也是這種概念股 這種股票我還不要 我要找的是真正有競爭力的公司 而且一野機真的因此 能夠大幅度長漲的好公司 這樣的股票我會說 才能夠走得長長久久 這樣的股票 會員報才能夠報得放心 對不對 但是還要再記得 不但是有爆發力的產業 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你也不能夠等到股價都飆上去了 哇都漲到天花板去了 你才要去買 你還要檢視籌碼面 有大戶在進貨 第一檔有轉牆訊號出現 領先市場買在第一檔 這才是我們在股票市場 能夠長長久久 穩紮穩打 賺到錢的一個方法 舉個例子 這當中你看到 這是1月6號寫給會員朋友的分析日記 對不對 當時我們告訴會員朋友 我們正在鎖定愛車打5 四大明星產業 那12月初推薦大家的大數據 物聯網新黑馬台藥 這時候股價已經漲到41塊多 獲利已經有兩成 沒有轉弱訊號就繼續報號 那接下來留意 兼具有半導體設備 跟電動車新商機的新黑馬 2360的智茂 當時我們提到 智茂它第一個半導體設備 現在是受惑於半導體產業 持續增加資本支出 業績在持續成長 電動車事業更在這地方 充電站的Total Solution 電池模組的一個測試系統 獲得了中國業者採用之後 成為主要成長動盪 觀察股價走勢 那時候發現 籌碼都在大戶手中 技術面已經出現轉强訊號 有機會發動波段攻勢 當時在1月18號 都繼續推薦投資朋友說 現在中國十三五計畫 目標要廣建 所謂的電動充電站充電窗 因為智茂已經深耕 這塊市場多年 現在也已經獲得了 中國電動車業者採用 成為最大受惠者之一 重點是那時候股價還沒飆 但是已經發現 卷子比攀升上來 有機會出現軋空行情 有機會發動波段攻勢 所以在當時推薦給大家 在股價搭低兩個月 K線出現三兵站崗 5日均量超過10日均量 大幅在經貨轉強訊號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80塊多推薦給大家 對不對 這兩天股價飆上去了 你看到我們需要說這個時候 拆漆漆漆漆跑去買嗎 已經不用了 因為你會發現 這就是現榮老師 在帶會員朋友做股票的一個方法 能夠找到有爆發力的產業 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並且領先市場買在低檔 買在建榮在天時 等到股價創新高飛龍在天上去 我都會提醒投資方不要去追 追都會有風險 對不對 要買也是拉回在找買點 要買最好是跟著我們 領先市場買在低檔 那這就是現榮老師 不斷在幫會員朋友找股票的方法 鎖定有爆發力的產業 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當低檔有大戶在進貨 低檔有轉強訊號出現 我們才會推薦給會員朋友 用正確的方法 我不敢保證你說 保證每一檔都會讓你大賺幾十萬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說 你可以發現 只要能夠用正確的方法 能夠去找到有爆發力的產業 能夠去找到有競爭力的公司 領先市場買在低檔 真的賺錢的機會很高 就像我們這一波持續鎖定在 2017年四大明星產業 愛車大物 iPhone 8 車用電子大數據 跟物聯網 那只鎖定業績 真的會往上成長的好公司 這才是我們要找的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包括像當時的 至今五十幾塊的時候 當時就發現 穿戴裝置車用電子 都在這個地方 帶動它專注生產的小尺寸 OLED的需求 大幅度成長 營收開始創新高 重點是那時候才五十幾塊 對不對 所以就發現有大幅在進貨 有轉牆訊號出現 所以帶著會員朋友 低檔來做買進 當其他投顧老師一百多塊 才知道至今生產的OLED 很好的時候 我們已經賺了一個大波段了 那不只至今 包括台藥當時也是發現 受惠於物聯網巨量資料 現在帶動它的一個產品 供不應求 營收在創新高了 技術面有大幅在進貨 轉牆訊號出來了 所以在當時34塊多帶著會員朋友買進 37塊還有繼續在加碼 對不對 現在也大賺上來了 包括見準也是看好它伺服器 車用商有關鍵零組件 帶動它的營收毛利逐漸在走高 營收在創新高了 技術面有大幅在進貨 轉牆訊號出現了 所以在當時24塊多推薦會員朋友 領先市場買在低檔 現在也賺上來了 對不對 就像我們在上個月過年前 推薦大家4912的聯德 也是看好物聯網汽車輪組件 帶動它雙成長動能 帶動它營收開始創新高 啟動了成長動能 股價有大幅在進貨 轉牆訊號出現 86塊多推薦會員朋友買進 後來大賺了四成 輕輕鬆鬆獲利如帶了 就像我們這個月推薦大家的康普 發現它的電動車電池材料 現在訂單掌握在手中 營收開始創新高 啟動成長動能 技術面有大幅在進貨 轉牆訊號出現 所以在46塊多 第一時間帶著會員朋友來卡位 現在也已經賺上來了 對不對 重點我要告訴大家 你會發現這就是憲榮老師 為什麼一直堅持做股票 要懂得方法 因為股市裡頭最貴的學費 是你賠了錢卻沒有學到經驗 只會用錯誤的方法繼續賠下去 而不管做多或做空 記得都要用正確的方法 正確的SOP 才會有機會在股市之中 一檔接一檔的賺進財富下來 那憲榮老師做股票的方法 就是不厭其煩的 要幫會員朋友 找到有爆發力的產業 有競爭力的公司 領先市場低檔布局 大波段操作掌握大波段的獲利 那如果說投資朋友 錯過了之前的康普 這個致貿 錯過了之前的聯德 台藥 甚至過去的至今去年的致生科 接下來新黑馬的部分 我們也已經在幫大家來做鎖定 那如果說投資朋友想把握的話 務必這地方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來做聯絡 甚至投資朋友想說 那憲榮老師 為什麼能夠去找到這些好股票 而且低檔來做布局呢 那這個部分 當然第一個要感謝我們 極品操盤團隊 這麼多研究同仁 在努力的幫大家 從這個有爆發力的產業當中 去篩選有競爭力的公司 第二個 那技術面的部分 如果說投資朋友想知道 憲榮老師 在當時看到了什麼訊號 知道一檔股票 例如康普 例如聯德 原來有大戶在進貨 有轉強訊號出現 想學的投資朋友 這地方都歡迎大家 在我們極品操盤團隊的網站上面 有一個會員專區 裡頭除了說 我們的會員 可以看到憲榮老師 每天最新的一個分析日記 大盤最新的觀點 每天有看好什麼潛力股 手上有什麼股票 都會在分析日記裡頭 完整的追蹤 那技術分析的部分 如果說投資朋友想學 包括雲端書櫃 技術分析的電子書 從基礎 你說你不會 我從K線 從形態 從波浪 一個一個幫你交起 那進階的雲端教室 操盤及技術分析的一個課程 這裡面最重要有七堂課 除了說基礎的道士理論 幣學的基本功 技術分析 六大門派 K線 形態 波浪 籌碼 這個指標 價量 有什麼優點 有什麼缺點 如何來靈活運用 以及指數 怎麼去掌握關鍵轉折 幣學的關鍵密碼是什麼 最重要還要教大家 怎麼去了解對手 為什麼憲榮老師 看得懂一檔股票 有大戶在進貨 一檔股票 大戶在這裡正在出貨 他們的手法 怎麼去看穿他們 你要知己知己 才能擺戰不帶 對不對 那更要教你怎麼去掌握結構 分辨強勢股 均弱勢股 教你第一時間 掌握股價的轉強訊號 讓你會在第一檔 懂得買股票 也教你怎麼去看懂 股價的轉弱訊號 要會買還要會賣股票 這樣最後才能夠成為 操盤高手 對不對 那如果說投資方 想深入了解的 都歡迎大家 待會休息時間 就來跟我們的服務人員 聯絡一下 休息一下第二階段 我們還有更重要內容 馬上再回來 再次帶領專業 用心 重存性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恰勤出現02 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高老師 極品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02 2781-0909 2781-0909 現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託付 所以全力以赴 電達頭顧02 2781-0909 02 2781-0909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現場 那這兩天很多投資朋友都打電話進來 要詢問現榮老師的機品操盤團隊的入會辦法 那有一個投資朋友問到一個問題 我覺得問得很好 他說他看到現榮老師的一個節目 看了蠻長一段時間 很認同現榮老師的操作理念 也看到現榮老師推薦的股票 的確都很紮實 跟著現榮老師這樣一路的坐下來 真的應該可以賺到錢 可是擔心一個問題 現榮老師會不會像很多投顧老師一樣 都是個所謂的死多頭 都只會永遠叫人家買股票 買股票 那他說他上次在幾年前 曾經加入其他投顧老師 行情好的時候一開始也有賺 可是後來這個股市從萬點跌下來 這個老師還是叫大家不要怕 繼續買繼續買繼續買 結果前面賺了賺了一些不但吐光光 後來反而還因此損失慘重 那到最近才恢復元氣 那現在現榮老師 看到現榮老師的分析 覺得很認同 可是也擔心現榮老師 會不會也是個死多頭 只會永遠叫大家買股票 那這個部分大家可以放心 我給大家的一個承諾就是 我帶我會員朋友操作 我強調保護會員朋友 絕對是我操作的第一要務 所以我帶我會員朋友做股票 不但買進每一檔股票 都會先預設停損 嚴控風險之外 也跟大家說過 行情不好 我們空軍也會起飛 聚當死多頭 就像在一年多前 那時候股市攻到了10014高點 還記得電視上 幾乎大部分頭顧老師 都在用力的告訴大家 還會再漲 漲到12682 會漲到民國幾年去 可是我告訴大家的是什麼 來看一下 這是當時4月28號的分析日記 那天台北股市上了萬點 最高來到10014的時候 我說在這裡 股市上萬點 這兩天除了部分的持股 開始陸陸續續獲利了結 也在建議什麼 新增空單 融券放空的部位了 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大盤 要來做回檔的訊號出現 也建議大家可以把握 人生有幾次 萬點可以空的機會 所以要降低風險 擴大利潤 以前我都只建議大家太弱則強 現在是放空弱勢股 開始做強勢股 還是可以繼續買 但空單也要開始進場了 對不對 那在當時 我們都已經跟大家預告過 那時候股市在上萬點 會跌到哪裡去 這裡有一條線 按指十年線 跟大家提醒 技術面上來看 已經準備大幅度回檔 所以來多空雙向操作 才能夠降低風險擴大利潤 你有沒有看到憲榮老師不是不空 是當行情準備要做一個大幅度回檔 我們才會做一個空單出手 那現在只是時機還沒有到 那當時都建立大家 好這地方暗示大家會回到十年線 所以你會看到當時憲榮老師 怎麼帶著會員朋友操作的 在當時都還跟大家講過 等到跌到七月 跌到8500了 很多人說應該可以 跌不到了吧 1萬點跌到8500 很多人都繼續在摸底 對不對 我說這個行情有兩個可能 一個先反彈 也只是坐右肩 彈完之後還會繼續向下 彈上來還是要繼續空 對不對 好那第二個不反彈 那在這裡還會繼續探底 記得多保留現金 直到我們的目標 十年線再來拚大等 那後來等到去年初的時候 蘋果在砍單 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斷交 北韓在事報勤擔 人民幣在重扁 陸股在熔斷 油價在急跌 美股在重挫 哇台北股市這時候 從7萬點跌到7203 談到887 再殺到76262 對不對 是不是告訴大家 二度來到十年線 該怎麼去做呢 來該怎麼去做 再看清楚 在當時當股市殺到十年線的時候 這是去年1月14號 寫給會員朋友的分析日記 跌到7600 跌到7700了 我說記得去年4月上萬點 指數連續大漲三天 創新高 大多數投資人在看好後世 喊出台股將上看 挑戰12682歷史高點 我建立大家高檔減碼 佈局空單避險 等到十年線再來拼大的 那現在炸盤指數 這波轟中期回檔 回到了半年線 跌了2000多點了 回到這個 整理時間長達半年了 已經回到十年線之下了 消息面利空不斷的時候 指數看似弱勢 已經到了第一檔底部區 所以建立大家 該是拼大的時候了 對不對 當時都很明確的告訴大家 這裡該怎麼做 該是拼大的時候了 也跟大家清楚的講 1月28號 去年剛剛上來的時候 台北股市已經度過了末跌段 脫離了底部區 準備進入到初升段 建立大家趕快拼大的 對不對 甚至在去年6月份 那時候指數還在8400的時候 初升段結束了 拉回來第二波修正也結束了 準備展開主升段 主升段滿足點在哪裡 當時都幫大家規劃 9961到10425 對不對 現在是不是都按照我們規劃在進行 所以憲榮老師 絕對不是個死空頭 只是目前放空的時機還沒有到 現在去放空你還得擔心 哎呀3月份4月份 股東會錢又要再強制回補 對不對 所以這地方還不是空的時候 這點提醒大家 那給大家的承諾 除了說我們不是個死多頭 我們更不會去亂射飛鏢 亂嗆打鳥 絕對按照選股的SOP 看準目標才出手 這個階段你更要記得 不要去亂買股票 唯有鎖定有爆發力的產業 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領先市場買在低檔大波段操作 這才會有機會掌握到大波段的利潤 未來我們當然仍然持續鎖定在 愛車打五四大明星產業 裡面還是堅持 業績能夠因此成長的 這才是我們要找的 就像我們去年的置身科 怎麼樣幫會員朋友 掌握到這樣倍數大波段的利潤 就像我們這一波的台藥 怎麼樣從34塊多 帶著大家賺上來 這一波的見準 怎麼樣從24塊多帶著大家賺上來 這一波的連得 怎麼樣從86塊帶著大家賺上來 就像這一波的康普 怎麼樣帶著大家從46塊賺上來 現在新的黑馬也已經在把握了 如果說投資朋友 認同我們的操作理念 也想要掌握一檔又一檔 有爆發力的產業 業績真的成長的好公司 領先市場買在低檔 掌握大波段獲利機會的 歡迎大家指名加入 憲榮老師親自帶領的 極品操盤團隊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不保證 M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